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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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为止我们去访问这个ITTBS肯定是失效的 这是不可以的对吧 黏不上吧 对没有这个功能 好 不一定在阿里云上面啊 可以在其他的这个证书签发机构去申请 好 好 这边我们登到了这个控制台 然后 找到 这边有一个产品 在产品这边呢 我们就能找到相应的这个 证书 但是现在不好找是吧 是哪个呢 安全 正书服务在下面吗 安全 好 在下面正书服务 其实我觉得在 如果持有点产品这边其实更好找 它更加 更加那个 快速的会显示的全一点 看 是吧 C正书服务 应用安全 好 那我们 他的这个正书服务啊 是在是由三门铁客 或者由这个公司 他们这三个公司提供的 用来实现数据的一个加密 防劫持 防窜凯 防监听 好我们点立即购买 跳转 跳转 这边呢 价格不等 对吧 笑一跳 你这 这个这个是录视频的 你整个大声音 还有高级心怎么办啊 还有增强心怎么办 他就签个名 要这么多钱 不是 签个名是一方面 还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给你显示一个绿色的框 意思是告诉你很安全 告诉客户 或者还会显示你公司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地方 就提供一些 多余的一些服务 其他的服务 我们如果只想签个名的话呢 大家 大家 大家去到一个证书机构 给大家 留个作业 去了解一下 他所提供的各个级别证书 到底是什么不同 好 这边我们选择是这个 SSL的免费型 是吧 免费型的DVSSL 但每一个厂商 他对这个命名规则不一样 他可能叫这个名字 也可能叫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都是提供不同的级别的东西 好 这边只有三本铁克 免费的只有三本铁克提供 收费的话呢 这个提供的多一点是吧 只有三本铁克提供这个免费的产品 他能保护一个域名 然后域名数一个 购买数量一个 使用一年 注意哦 这里的这个证数签名就是帮你证明一下你就是你 一般都是一年交一次啊 五千块钱指的是一年好吧 不是说买了就是买了啊 不是那意思啊 每月 怎么会月买了 那谁买得起啊 按年买好吧 就一年交费一次 好我们选这款吧 破费了一下 哈哈哈 然后去付款了 奢侈一把 确认支付 我这就支付完了啊 不用扫一下吗 嗯 好 好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 带完成的 是吧 带完成的一个证书 下面是我之前申请的 带完成证书 然后 有一个 补权 补权这块呢 有要输 输入一个域名 看到吗 我们的域名是不是qf cloud.top的这样域名 是不是 最多加一个域名 名个同屁服 然后下一步 刚刚没写错吧 刚那个 这写错的话又白搞了 下一步 申请人 所在省份 想要一地址 哦我想沾一下没有了 我以为刚才那个我沾过 算乱写一个是吧 简单一点 10089 好这边呢 一定要选这个 DNS 而且呢还有一个选项 叫做证书绑定的域名在 我们是在阿里云的产品 是由阿里云解析的吗 域名是阿里云解析的吧 好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条记录 以完成域名验证授权 我不知道我笔记上写不写啊 我笔记上好像 好 够忘了吧 好 然后确认的email 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乱写了是吧 好帮我确定一下各位 系统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因为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下一步 提交审核 有一个过程 然后有一个过程 不会马上申请到 状态订单 订单状态不对 重新查看 状态不对 对 地址是不是真的太短了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玩烈名字不能为空 好 好 这个必须是 我们之前认证过的那个名字 诶 等会儿 这一步没有勾让是吧 点什么 这个这些申请的东西啊 都给我们在前面 在阿里云上认证过的一个有 有那个 有一个关系 我们有个DNS认证过的一个过程 有关系 如果没有认证过的话 他会提示你认证的 好太频繁 那我们等一下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刚才之所以失败呢 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 在我们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域名 这一块是吧 域名 我们的那个认证的那个在哪 还有七天到七 之前的你在你在申请域名的时候 是会提示你做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认证的啊 好这个阿里云的认证 这个必须要做 不做的话呢 好这是为实名认证的.net和.com的域名将暂停解析 不管他 好我们再次回到证书的位置 在哪个位置 正如福吧 来看一下 这刚才失败的那个 那个那样一个东西是吧 我们再次点一下修改 然后还是呢 这个域名 他刚刚说我们管理员 名字不容易空是吧 下一步 这个填了 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我们刚才时间间隔还是比有有点短是吧 好这个申请的名字必须是我们在之前 在前面审核的那个名称 确定呢 不知道是不是太说太频繁啊 这怎么办 多多两分钟吧 好吧 刚才我们等待了一十来分钟以后啊 也不敢贸然提交 终于提交完了以后 先显示在审核当中 对吧 好 返回列表看一下 现在在审核当中 现在这个过程只能够等待 明白吗 可以看进度 进度也没有用 也得等待 没通过 没通过 未通过是 之前的吧 上一个 上一个 这不是 地址太短 应该不会吧 别吓我 好 现在是在审核中 这边只能够等待 等待完了以后呢 会有一个证书签发 然后我们点下载 就可以下载了 好吧 这边还是先等一下 经过我们耐心的等待 在一分钟以后 我们终于已签发了 好 现在呢我们要干嘛呢 要 下载证书 好 这边大家看到 它有显示不同的产品 怎么用的证书的方式 看到了吗 NGX是吗 哈巴奇是吗 好哈巴奇 然后点击下载证书 我看看这个链接是什么链接啊 是不是一个可以直接 WGET链接好吧 WGET 我看一下是不是 不是的话还得 这还真不是 这伤感了 点下载证书 然后放到地盘 没关系 其实我不打算放地盘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链接啊 这个链接总可以吧 我喜欢从这来复制 我喜欢从这来复制 WGET 没装 没装 对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文件夹传输 D盘 D盘 这个名字有点长吧 是这个吧 对 对 双击一下也可以 或者拽过来都可以 好吧 传上来了 这里面呢 我们解开看一下 其实就是公钥私钥 明白 UNZIP UNZIP 有 看没有装吧 怎么办 装一下 这没关系 然后是20 好 这边我们看到解开以后呢 是 哎呦我姐姐散了一堆啊 那是伤感呢 这边呢 这边呢 有它的公钥和它的什么 私钥文件 对不对 好 这边 文章也要告诉你 证书文件 这个 这是证书文件 包含两段内容 其不要删任何一段 然后如果证书系统创建的是 CSR还包含了这个 证书私钥文件 是吧 私钥文件 还有证书 公钥文件 公钥文件 这是纯公钥 我们不要的公钥 我们要的是证书 好吧 我们要的是这个长的那两个数字 还有证书链文件 好 听好了 我们要的是什么 一个是证书 一个是什么 私钥 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公钥 明白 下面呢 官方告诉你怎么做 将在Apaq的目录下创建一个Cert目录 并将全部的下载的文件 拷贝到这里面去 如果申请证书时创建的CSR的话 如果申请证书时是自己创建的CSR的话 我们刚刚是自己创建还是系统创建的CSR 系统 请将对应的私钥文件放到这个目录里面 命名为这个叫私钥 好 然后呢 其实我们不管它是系统创建的还是手动创建的 还是自动创建的都可以这么做 然后下面的过程其实就不用 就不用这边来写了啊 他这个写了只是帮你配一个虚拟主机就是43 而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效果知道吗 我们要的是一个是80还有一个是什么43 我们要做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好所以请大家看我的笔记 OK 对了可以看你的DNS里面是不是推过去了 DNS里面有一套记录是不是推过去了 其实应该是推过去了 在哪 在我们的基础服务什么 然后是域名 然后这个只是看一下啊 不需要是不是千封cloud点top啊 然后点击解析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不是推了一条记录过来了 看到吗 推过来了 好了 这个这边就不用做了 我们来到apache这边 私钥和证书 我们要的不是公钥 是要的是私钥和证书 放在哪呢 我没有按照官方的做法做 我直接把它考到apache的什么 主系统安装目录里面没关系 然后全线设置为apache 看得懂吗 好最后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 一个是什么 私钥 还有一个是证书 明白 最后我们为了让apache能够支持加密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模块 叫model SSL的模块 看到了吗 好我们先把这两步做一下 然后是 coby 22++ 21.k到还要是214.pm 是吧 考到EDC ITDPD下面 我没有专门键目录啊 没有没打算这么干 然后 将 下的什么 214. 心 看好了吧 好了 然后紧接着apache为了支持 这个叫SSL 我们需要装model SSL 这个模块 增加增加它的这个 模块的支持 SSL模块支持 然后紧接着呢 各位看 未来不让大家复制呢 我们找了个图片 但是今天也把我害了 一个是80 那为什么使8080 你们知道原因吧 因为在没有备案嘛 所以我们采用 而我这个放到香港的主机是 不是新加坡的主机 是可以使80的吧 好的 那就这样 好 这个上面的名字叫什么 这上面的名字啊 我们使IP IP访问 因为现在基于这个SSL的这样 这样一个加密的主机啊 是需要使IP的 他他需要使IP的 就是使用SSL加密的这个虚拟主机 要基于IP来传来来实现 所以这边使IP 然后这是80 主机名 别名 网站目录 是网站目录 这个目录其实我们原来在的 你看 是不是原来在 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目录 看到了是不是在 只不过把这改成什么 IP 我的IP是 那这边IP应该改成哪个呢 这边有公安IP吗 没有 没有是吧 好没关系 公安IP在 在我们的 47.74 47.74 030.76 4 47.74 47.74 47.74 这样做 那你们的 你们会发现 你们有些虚拟主机啊 是直接带的就是供IP 而我这个你看带的是供IP吗 不是吧 好那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把这边改成那个IP 但是信号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47.74.130.76 然后下面的这个内容不用变了吧 是不用变 这边这个是 这一步不是最终的步骤啊 最终步骤在下面看了吗 我们先一个个来 先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试好吧 先看80能不能访问 然后再把下面呢改成什么 43增加两个指令 一个叫SSL证书的文件和那个什么 公钥这证书和下面的私钥 还开启SSL引擎 好我们把整个这一段 复制一下 我们暂时先没有做什么rewrite的啊 我们看看两个站点是不是都能够互相访问 这个是43这边43的话我们得开启 开启什么SSL引擎 可能这个单词不太好记是吧 是不是记不住啊 记不住的话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 好不是好记 在当你装好了那个叫modelSSL以后 在edc itdbd下的confor点地下有一个叫做ssl.confor看到吗 这里面其实就有虚拟主机 你完全可以在这里配也可以 好然后我们找到 看到吗 是不是可以直接复制啊 然后呢还有呢往下走找到他的私钥 这是他的证书吧 这个证书在哪个地方呢 不能乱写 我们看一下edc itdbd下的201几 21几几点 pm 我们要这个路径 然后来对这个路径进行复制 看到吗 不要手动敲 这是他的那个证书是吧 还有呢 就是他的什么私钥吧 往下走 是这款吗 好他的使命就结束了 你最好保证这个路径是ok的 然后才来复制好吧 对不对 好当然要不要在这边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空 空行 这无所谓 好完了以后 各位看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是两个虚拟主机 一个是80 80 一个是43 然后下面呢 我们开启了SSL的引擎 并且指定了公钥和私钥 最后呢 还有一个 require all granted 是授权吧 然后我们最好是 允许它覆盖 这有了 是之前写好的吧 好写好的 这是之前写的 好了 然后重新启动什么 atttbd服务 现在这两个虚拟主机是独立的 一个是43 一个是什么 80 s-tnlp 过滤一下什么 80 再过滤一下 43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来访问一下 咱们现在呢 先等一下做最后一步 这是最后一步 做react看到吗 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你叫什么 先锋cloud.top 这是访问80站点 不是这个 怎么没看到那个我们的网站了 会变成这儿了 看到吗 这为什么 这都没有访问到一个网站 访问到原始网站上去了 是吧 原始网站 原因是 这儿 这边注意 这个IP不存在 你看 有一点不一样 我这儿显示的并不是公安IP 看到吗 是并不是 而有些东西可能在国内购买的 群主机的话 它上面有两个IP 一个是 4万IP 一个是公安IP 都有 都在上面 一个是一天之零 一个是一天之一 两个IP 而我这儿呢 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哪个IP 不可能找到 47这个IP吧 是不是 所以最后就访问的是 那个原始网站 默认网站 好 那怎么办 星儿 最好 那就用这个四网IP吧 它做了 它做了这个映射的 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说你的主机上本身就有两个IP 一个是公网 一个是私网 那你就直接使用 公网IP 是不是就可以 预法上肯定没有错吧 有错的话不会让你启动起来 这是巴黎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 这是这个刚才 刚才是不是失败 这个 回车 我们看连接不安全是吧 了解一下更多信息 不导证书 因为这是我 我是 我是采用了这个合法机构签署的 不用导 幼蓝器有 其实时间2017年8月23号 过去时间2018年8月24号 然后三分体克组织信息 这边没有说为谁签的名吧 有吗 有是吧 颁发给 千封cloud.top 组织 这些都没有写 不过也没关系 那这个做法 其实这个是有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正常的话呢 它应该显示的是 它应该显示不安全 是吧 说明没有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私网站 所有者私网站 网站未提供所有信息 未指明 网站 3w签署 套 没有问题啊 上次呢 我在阿里云申请了好几个证书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其影响啊 然后 我使用IE来再测一下啊 这个免费证书好像申请多了 也会有问题 能申请二个 是吧 哦 我知道了 我访问的方法有 没问题啊 3w加了3w是吧 对没问题 如果你访问是直接签锋 那个cloud.top是有问题的 3w点什么 cloud.top 嗯 所以你换浏览器 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因为证书什么 不安全是吧 是不是不安全 这一种浏览那就失去了我们签名的任何意义了 签名的话应该正常的话就直接能够 访问到就像百度那样 直接访问到 好 这边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说我再强调一遍 如果说你这边你本身就是 就是那个有公安IP的话写上 现在是没有公安IP 我刚才讲过 这个证书啊是跟这个IP有有这个关系啊 那现在 再重启一下啊 好像是一样 我把这个这个浏览器的缓存再清一下啊 删除历史记录 删除 就说这个证书啊 他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验证这个身份的合法性问题 一个是加密的问题吧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验证对方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合法性 当我们去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应该会给到我们给到我们证书 对不对 他的证书是哪拿到的 从他的浏览 从他的那个网站服务器 所指定的这个目录里面拿到的 对不对 哇 这速度 这新加坡这个速度也是够可以的 没有 备案 我没有备这边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授权 一个的一个认证呢 大家看显示是有问题是吧 这个是不安全链接 但这边呢 我们看到这边页面上显示的是 此页面上部分内容不安全 例如图像 所以我们的证书成本成功呢 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这边的 更多 里面有一个媒体 大家看到 我们的整个证书 是不是对那个3W点QFCloud点TOP签发的 但是你注意看 这有一些图片是来自于什么 一滴四后的官网的 看 往上走是不是来自官网 这些内容呢不安全 没有吗 就这些内容呢 他没有 不是这个证书可以可以认证的 这些图片消息 那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我呢 在我们在什么 在网站主目录下 看好了 我们加一个测试页 加到什么 咱们的网站 哇3W下的 EDOSOHO下的 HTML里面 下的VIP里面 加一个 比方说加一个什么 外点HTML 好各位 这个外点HTML 是不是完全就是我们本地的内容啊 没有外的 没有外站上那种吧 没有吧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内容 看一下 看一下两个报 两个提示的消息是怎么样的 叫什么 3W点QFCloud 下的这个叫 Y点HTML 大家注意看 完全是绿色 而且我们点下这个小 这个小小小那个绿索 就看到了是吧 是OK的 而且权限呢 这个是更多信息 是由3MTQ 翻发的这个证书 它也没有更多的媒体了吧 没有吧 刚才那个原因是 这个没有问题 是部分不安全 那种图像 实际上已经没问题了 对不对 看到了吗 是因为我们这个网站上 其实这个网站不是我们开发的 它好多图片数据是来自于 来自于其他站的 对不对 所以不安全 看到了吗 那么现在我们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页面也看到 是安全的 我们的整个证书是合法的 对不对 好 那这边我们访问的是 哪个端口 ITDP 然后 3W点QFCloud 这是 80端口吧 这不是80端口 这是43 是不是43端口 80端口可以访问吗 好 这是43端口没问题 然后这个 这边我们的整个有点慢 这边完全没有锁啊 因为它本身没有证书嘛 你访问80 就没有证书 现在两个网站 是不是都是OK的 OK以后呢 看我们的配置 配置没有做任何改变 所以把 你不要看那个官方文章上写的东西 它写的比较 比较啰嗦一些 你看这边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开启引擎 然后什么 这样吧 上面呢 我们改成信号 因为我们本机的IP不是公网IP 所以不能写 所以不能写 如果说你本机的IP有两个 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公网 那你可以 可以怎么办 可以写到写到这里面去 都没有吗 好 现在我们就差一个 哪一个 开启 对 就开启 让防控80的 直接干到哪去 干到那个43里面去 没有吗 好 这个写法呢 就在上面我们的80网站 80的虚拟主机这个地方 来进行写就可以了 上面吧 这大号写 其实大家知道 不区分的 开启 重写的引擎 开启是吧 然后这是rewrite的规则 大家我们后面讲到的 那个 叫什么 ngx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开头 到人吗 当中是 这是正则 还没有讲到点心 任意字符 到结尾 就是全换 没有吗 换成什么呢 itdps 3w点什么 sorry 是cloud点top 然后 后面呢 跟上$1 $1是什么东西 $1是这样的 $1是我们前面的小括号 小括号的内容 就是把把我们的uri整个换掉 换掉换成这个内容 就是把后面这部分 把后面整个这部分 整个整个 把前面呢 加上这个完整的域名 因为我们在刚才 证书签发的时候 是真的域名签发的 对不对 后面呢 $1是指什么呢 是指后面 就是访问网站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书的那个 那一段 比方说1.itml 它指的是这一段内容 就是 只是把前面的那个网 把前面的协议和什么换掉 和主机的名字换掉 后面的网页 那个路径不能换 还是原来是啥 就是啥 看到吗 然后我们加一个 重灵像的一个标记 叫做 永久重灵像301 永久重灵像 Lask 好 apot起的我们一般很少用 我们以后在讲到NGX的时候 我们还会来讲这个重灵像 这个概念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将什么呢 就将 高哪去了 就将访问80的转到这来了 但这边有一个问题 下面 下面这个地方是不要去监听这个叫 叫QF Cloud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样访问会报错 因为签名是对谁签的 因为签名是对3W点 签封Cloud 点Top签的 没有吗 所以下面这个监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不对 同样上面的网站主目录的监听 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根本就不会访问 只要你访问的是我这个名字 或这个名字 直接就给你转转走了吧 所以对于对于什么 日志来讲 没什么用 对于我们网站的主目录来讲 也没什么用 好 我们先一步步测 然后现在我们再次把服务器重启 好了 为了测试的公正性 我这边呢 把整个历史呢 全部清除 好吧 全部清除 清除掉以后呢 我们来访问一下 哪个 好 我们来访问 千锋 Cloud 点Top 看好了 我这边 按照规则来讲的话 无论是你访问的名字 你访问的是哪个端口现在 端口是哪个 那是不是就匹配这个许型主机 你访问80的时候 无论你是这个名字 还是这个名字 只要是80 我们就可以转过去 是不是 看到吗 转外了吧 部分不安全 我也没折 是不是自动转外了 同样 如果说你输入 这边有种人说多了个斜线 看到吗 就多了个斜线 那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这儿 多了个斜线 这儿不应该要这个斜线 当然这个也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看起来难受一点 是不是这样子 同样 我这边将上面的这几行 给它注释掉 或者删掉 没有用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网站 80这个网站 根本就不提供服务 它只是接近访问到这两个名字 会重转 到这地方去 是吧 好 同样为了公众性 我们再次呢 清一下历史 哪个 这个吧 清了吧 然后 这边我们来简单一点 刚才我说的 你3WQF Cloud 点top 好 这个名字是比较转啊 看好 看这边的变化 转了吧 就有网速有点慢 好吧 转了吧 各位 好 也就是说只要你输入 访问80 一定给你转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上面啊 笔记里面没有写 上面这三行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吧 当然你可以留着 写日志 当然可以留着 但是这个网站主目录一定是没用的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当有人访问我的这个主机和这个主机的80端口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整个重转 转什么呢 这个接号到Dollar指的是哪一部分 好 假如说现在有个网页 有一个URL 是这样的 是ITDP 码号 双斜线 3W点 千锋 Cloud 点什么 top下的 Images 下的什么 1点 GPG 看到吗 那这里的 刚才的那个 我们重转的规则是什么规则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一段 开始到结尾 那开始到结尾指是哪段 开始到结尾指的是哪段 指的是这一段 这儿 从这儿开始 开始 到 这个是结尾 看到吗 它开始结尾指的是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访问的那个UR访问的那个文档 当中呢 我们使的是点心 当中是不是使的是点心来表示 点心指的是哪段呢 这个是开始的一个字符 斜线是吧 这是不是结尾字符 GPG 当中是不是就是整个 哦 不 这个 sorry 开始 开始 不是那个 开始 点是什么 点不是根 啊 点心 就指的是当中 整个 sorry 整个这一段 就是他们 整个这一段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换的话换什么 你看换什么 我们如果换的话 我们是不是 只是把前面那个协议的名字换了 然后再把 也有可能他前面输的不是3w 千封cloud 而是千封cloud 我们是不是整个要换成千封 3w千封cloud 点top $1是什么呢 这个点心就是$1 因为我们加了个小括号 就加了个小括号 第一个括号就是$1 第二个括号$2 OK 所以最后结果呢 就是再加上$1 哪一部分 就是整个这一部分 再加上去 只是把前面的协议的名字 和主机换掉了 看到吗 好 就这样一个结果 阿巴奇呢 我们今天可能就用一次了 后面我们就不太怎么用阿巴奇 但是原理是一样 后面我们会讲到NJX的时候 也会讲到Rewrite 也就是做地址转换 当访问80的时候 转到后面去 看到了吗 各位 好 这个整个证书 这个申请的免费证书 我们看到是没问题的 中产市当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呢 我们也也看到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是吧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 加密传输的一个过程 OK